政治焦點來看到的是 韓國瑜以立法院長之資 來接待AIT的處長孫小雅 而兩人合照的過程當中 他伸手觸摸了他的上臂 不過現在有新科立委黃簡認為 這樣的動作是否不符合 國際禮儀規範呢 要代表台灣必須要有一個 台灣國會龍頭的樣子 李遠欣同學丁韓院長要注意禮節 原來是為了前幾天的這件事 16號韓國瑜國會外交處女秀 見AIT處長孫小雅 喬位子合照 韓國瑜伏對方手臂 短短幾秒鐘的動作 前一天皮膚莊重的黃潔 改口這樣說 第一次的這個國際的場合 他可能比較熱情吧 那可能也是無心之過啦 我想 但是就是覺得作為國會的龍頭 尤其是接下來會有 非常多重要的訪兵 那也希望他可以更注重這個國際禮儀 把這些該做的功課要做好 喬好要接時間報告 會部走進去新春團敗 但打手臂的動作 看在外交官眼裡卻很自然 沒有碰到他肩膀 是他的上手臂 他是指引他站到正確的位置 對不對 而且根本就是 只是指引了性的動作 我覺得完全符合國際禮儀 會看到兩個外國人互相親為臉頰 就是說他們互相在騷擾對方嗎 男孩子真的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連這個一個禮貌性的這樣子的一個互動 都要被外界 包含是黃潔等人來做這樣的漠黑 韓國瑜的一舉一動 走到哪 到處都有話題 TVBS新聞 花震生 劉立成 韋佳琪 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 好 政治一點明時間 帶您觀測 究竟韓國瑜這樣的行為 到底有沒有符合國際禮儀的規範 您又怎麼看呢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的互動 而我們今天聊政治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女神作痕 歡迎 嗨 希望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作痕如果說合照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不免就是 大家靠近一點感情 好一點會有肢體接觸 所以你覺得韓國瑜不想浮了一下 你覺得這樣的動作 你可以接受嗎 以女性的角度來說 我先說我個人 因為我個人對這個蠻敏感的 我是連就是女生可能碰到我 我都會有點嚇到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個 有沒有感覺到不舒服啊 或是什麼 其實如果大家看完完整影片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蠻明顯的 因為如果我們感受到不舒服的話 其實動作也會跟表情都會 當下會蠻明顯的 會稍微會僵硬一下 對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還是關鍵 就是當事人自己的感受啦 所以我會覺得 黃潔這個動作就是有點 替別人 就是孫朝雅 好像解讀的有點 對對對 就很容易會變成是這個 變政治上的角力這樣 因為畢竟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跟韓國瑜 就是他會燦紅也是因為韓國瑜嘛 對 那當然他來這個立院 大家也戲稱說這就是他最重要的任務 任務之一了 對 監督韓國瑜這樣子 對 做痕 但是我們發現喔 其實立法院明天才開議 對 但是開議前就已經非常非常的熱鬧 從朝野協商啊 然後傅昆旗希望能夠 召開一些會議啊 所有的熱點都跟流量都圍著韓國瑜跑 可是現在的韓國瑜跟以前的韓國瑜還一樣嗎 對 我們其實之前看到韓國瑜都是非常快人快語 然後金句連發 當然他現在還是金句連發啊 像我們看到他能夠講話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都是會有一些 大家很印象深刻的比喻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韓國瑜大家可以關注 因為其實在立法院長這個角色啊 雖然說國民黨提名他 當時就是希望說他可以未來 因為當然未來在參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立法院長的角色非常重要 因為他可以主導一些議程的安排啊等等的 但是韓國瑜呢 畢竟院長還是要有一種比較中立超然的感覺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韓國瑜呢 其實在這一點呢 他是比較尷尬的 那其實我覺得在這一次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國會這一次 大家就是很關注 就像傅昆琦的這件事情嘛 就是大家說 對 因為那時候說要這個叫陳建仁來報告 要開臨時會 那當然後來傅昆琦有一些解釋 那不過重點呢 我覺得可以看到就是韓國瑜在這一次的處理上呢 因為當然這個難題就變成說 他要主導協商 可是到底要不要開臨時會 開跟不開 他會陷入兩難 那如果你讓國民黨團好像也不能丟了面子嘛 並且你也是國民黨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蠻聰明的 他這樣呢 有開了這個協商 也給國民黨一個台階下 那最後呢 還是決定就是在20號 就是沒有違背當初大家講好的協商 那等於說 他還是有做到這個 他比較中立的角色 那也可以發現說 其實韓國瑜 現在也目前為止沒有真的受訪過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 只有他在致辭啊或接待外賓 他可能會講一些話這樣子 所以你也很少聽到他針對時事議題來進行受訪 那我覺得可以值得關注就是韓國瑜為什麼有這個這麼大轉變 很多人其實也戲稱說他要感謝王金平 因為推薦給他周萬來 其實我知道韓國瑜在那時候 很多人就在討論說 他如果當初就是說會不會有可能他沒有辦法成為院長的話 那他會變楊春立委嘛 其實呢就是在之前我們大概就有了解到說韓國瑜 他在原本要就是進軍國會的時候 他已經找了很多的老臣 就是以前是他當立委時期 可能認識的一些很資深的國會助理 然後來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的立法院跟他當時可能差非常多 生態不同了 對所以他們也討論很多這個義式的攻防 那後來他找周萬來 其實就連很多綠營的人也都覺得說 欸周萬來是一個蠻厲害的人 就是他對於這些就是政治上的攻防啊 然後怎麼樣比較得意啊 其實就是可以給韓國瑜蠻多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其實現在的雖然說他人設 大家可能還是覺得他很心情很有趣 他可能連吃個飯都是焦點 不過他在講話上 我覺得未來呢他可能還是會維持這樣子的路線 就是至少說還是要維持這個院長他的角色 那其他的攻防其實公民當然有很多的新科立委啊 也是有戰力的人就交給他們 所以呢其實今天我們跟作恒 或者是跑立法院的家綺有聊到 他們稍微有點懷念以前的韓總經喔 但是真的很厲害 剛剛這個周萬來呢就扮演了國會議事活字典的角色 來替韓國瑜呢這個新的院長之位來保駕護航了 不過同時呢接下來我們除了這個國會即將開議之外 還有呢新舊政府的交接似乎也要慢慢開始啟動了 今天傳出府方也有這個交接小組也已經成立 而同時大家也是猜猜猜 究竟賴清德的首任隔魁會是誰呢 不曉得作恒有口袋名單嗎 其實大家現在點名的人非常多 不過我覺得大家也可以關注一個點非常的奇妙 就是通常到這個時候啊 通常隔魁的人選大家都是點兵點將 可能兩三天就會有一個新的人選 或是更明顯的一些動作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到現在為止 大家圍繞的點名的人都還是差不多那幾個人 那這其實也反映出來就是 第一個我個人呢就是判斷分析啦 我會覺得說第一個就是 確實這個人選非常不容易找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就是三黨不過敗的情況之下嘛 說真的誰來接都蠻難的 會是一個蠻逆風的職位 對非常而且因為現在是這一任等於是 你可能要承擔的就是2026 馬上的選舉結果 對那當然就是他可能任期 也許到2026 那有人會願意接這個 他就是挑戰非常非常的大 那他也不知道現在國會的新的狀況會什麼 我覺得大家都還在磨合的階段 所以人選第一個本來就是蠻難找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大家也知道說賴清德的個性 就是其實很多東西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 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呢 除非能問到他這個人 從他嘴巴說出來可能才真的是比較算數這樣 這個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任務 不能說是不可能的任務啦 就是他有很多他的一些判斷跟他覺得這樣的人 那不過我們大家可以當然還是稍微猜測一下啦 其實現在在民進黨內也是分主要分兩派的意見啦 因為其實上市我們就看到吳子嘉 他算不算民進黨內啦 但是他這個代表一派意見 就覺得說賴清德在這一任的隔魁 必須要是政治性位到少一點的人 所以他會點名像中研院院士重量級學者 包含我們之前大家在講到的這個朱靖一 其實也是這樣子的色彩 那不過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有另外一派比較鷹派的人就會覺得說 這樣的人其實未來是沒有辦法有在立法院調和頂耐的 那因為這一任沒有辦法 他就是得比較政治性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那再加上如果你說真的要一些學者啊 院士級的啊這種的 那可能就是比如說像林權這種 在賴清德身邊好像目前也沒有一個比較明顯 像是這樣子角色的人 就是酷刑角色 學者型角色 對又要有一點政治性 然後他的聲量聲望又要夠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這是比較困難的點 那其實我覺得賴清德自己在考量 當然也是這個部分啦 所以說像我們其實可以 比較講就是像這一次行政院的部分 大家都說欸院長是陳建仁 可是大家也會分析認為說 鄭文燦呢在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也是賴清德可能未來在內閣的人選上 他會比較也可以採取的這樣的模式 就是可能院長是一個比較可以說他去立院 去跟各黨協調 大家也會多少賣他一點面子 對那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是鄭文燦去立法院 那一定是藍白磨刀火火 大家都是一定會很多的攻防這樣 那反而說欸他會退居在副院長的這個角色 然後他把整個呢主要的權力 其實比較政治性的策略決定呢 他是放在副院長或者是政委 因為這兩個是不用到立法院去備許的 那反而是院長會直接接受到立委的備許 這其實對賴清德來講呢 可以幫他擋掉很多的東西 就是對那未來他也可以有一個適當的距離 跟適當的緩衝 我們都說那個美感距離的美感 距離產生美感 對因為賴清德當然他的目標 不會只是這一屆 他要必須2026會有個關卡 他要先選得不錯 那後面他當然2028 就是更有機會 他要繼續角逐連任的正當性這樣子 對不然可能他自己就會面臨到 有人要來挑戰他 所以當然我覺得這是賴清德 現在最主要的考量 就是他現在這個行政院長的人選呢 第一個要是不是要多有政治性 那這個政治性的角色 他要擺在哪一個位子上 那另外是這個角色 他必須要能夠不會說可能做個一年 然後他就受不了 然後就請辭這樣子 就是抗壓性還有民間的聲望啊 那當然政治角色都是很重要 而且特別是剛剛昨天講 現在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而且接下來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對岸中國大陸 近期有很多的舉措 我覺得對於對外關係上 我覺得對葛魁來說 也都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這個人選非常的重要 不過說到對岸關係呢 大家都說台灣要跟世界連結 特別是資安這個領域 但近期唐鳳是不是也常被新潮流 來做針對呢 對其實新潮流呢 我覺得會點名新潮流 主要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才在去年的時候 就是選前的時候 就發現在11月 就可能像林俊憲啊 然後劉須芳啊 大家都會很明顯認為是 新系的一些立委 對他有一些意見 那從預算開始 預算 對然後後續當然包含一些 就是會覺得質疑說 述法部到底做了些什麼這樣子 那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平面媒體 就是連續好幾天嘛 就大篇幅的做這樣 而且我們了解到都會說 欸他其實那個 是有點像是上面交代下來這樣 必須要來做這樣的議題操作 就是也不是說真的有去 去搞的爆料人啊這樣這種 對那當然就會被解讀說 這是有一些派系的操作 不過我覺得比較有趣是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聽到一些國安系統 那就會覺得說確實 對訴發部的某些在資安上啊 等等這個 對疑慮是有 是有些疑慮的啊 就覺得說他們的作為可能不夠這樣 那因為我們也知道唐鳳的 本人就不是那麼政治心 他不太會去 他就可能有他的專業 他不是那種會去處理一些部會啊 都或者是跟立委啊 跟其他的就是政府機關的溝通這樣子 相對來講 他這部分可能會比較薄弱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我會覺得比較要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 當然就是唐鳳的可能保衛戰嘛 就是對他還不能不能在改組後繼續接任 另外一個是確實其實在資安的部分 尤其是現在打炸這些事情 那不管任何的派系 其實對述發部是有意見的 嗯 也不是只有單純信息而已 那我覺得這個確實是 可能述發部或是唐鳳 他要面臨到要不要 能不能繼續留任下去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說現在是蔡賴政府的交接時期 但是沒想到派系的立委呢 就針對了唐鳳開始進行發難 究竟是想要這部長之尊的位子 還是要檢討過去的作為 憧憬到他們的選情呢 來看報道 正式術發部長唐鳳 去年10月參加聯合國網際網路治理論壇 如今報爭議 因為這場唐鳳是以資安院董事長 而非部長身分 平面媒體批就是自貶官方身分 連續幾天大篇幅 更指術發部刁難生畏分析 婉拒台美合作 大家對於術發部的一些責任 一直想要釐清嘛 那我認為是說術發部有點在 先天不良的狀況之下 有點像拼裝車 因為他要參加在IGF這個聯合國系統下面主辦的論壇 那聯合國的註冊系統裡面 如果要用部長身分出席 這是政府官員 那系統裡面並沒有辦法選擇台灣的國家 所以我們在不損不損及國家支援的情況下 但就連媒體人周玉寇也直言唐鳳不適任已是事實 批這位部長消極無能被動 面對相關問題毫無戰略戰術政策思維和執行方案 連日的大動作難不成背後有其他考量 從新系立委連番砲後 矛頭都指向的是術發部長唐鳳 更有術發部高層用七傷拳比喻 傷人錢恐怕自傷來形容 那顯然是因為失望 而有一些批判的聲音 絕非有所謂的派系特定的目的 而來進行打擊 520前夕攻防 這一週還是得看準總統賴清的意思